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 然而结婚后的日子 却让我非常心烦 开始了生活之后 才发现面包这么重要 说我老公总让我很期望会幸 现在我对这段感情 真的没有任何信心 这到底是一种抱怨 还是他们的情感 真实地出现了问题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鸭27岁 来自四川银行理财顾问 女嘉宾小鸭26岁 同样来自四川旅行社计调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怎么会那么多抱怨呢 因为我和我老公的话 从相识到现在 已经有八年多了 以前我们在13年以前 我们感情都非常好 13年以前感情很好 然后后边的话呢 他们父母就吹我们 但是真的家里边 什么东西都没有 厕所 房子 然后我们俩人的工作 也不稳定 什么东西都没有 觉得咱们俩的感情 还这么好 还可以 那行 我们就结婚吧 就这样子就结婚 那不就行了吗 其实我觉得 因为是12年以后 因为他一直对我有 很大的抱怨在里面 因为我当时12年嘛 才毕业嘛 对吧 然后就说我那个 工资不是很高 你知道吗 然后这总和我 拿我和他们那些朋友 真的比较多的朋友 那里比较 就我觉得 那个时候我没有埋怨你啊 那个时候本来也是 他12年时候才毕业嘛 然后我觉得 做工作的话呢 就一步一步地往上走 慢慢地讲 他实地的 咱们慢慢地走 不着急啊 我都没有吹他 但你拿我和别人比较 这不是就是那种 在 我这个是在鞭策你啊 然后他从12年到现在 中间的话呢 换了N多个工作 我现在都已经记不清了 这还不就是因为你抱怨我 然后让我在那个行业 我没有信心干上去了 对不对 那你别人都鼓励了 我肯定会好好的在里面 闻着着干着走啊 对不对 其实在14年以前啊 我的心态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后边之后 我就刚好 咱们 就是因为他也没有 给我一个婚礼啊 他直到15年的时候 有啊 15年不然咱们就结婚了嘛 然后到时候 都已经相差两年多的时间 咱们才真正的结婚 什么东西都没有 13年不就结了婚了嘛 对吗 嗯 为什么你说15年 才办的事儿是吧 其实说实在的 办的婚礼是吧 在之前我和他小朋友的时候啊 没想到他家里边这么穷 真的可以用家徒私币来形容 在13年的时候 我们就是自己的话呢 在外边借了一些钱 然后他爸妈的话呢 也赞助了一点 我们就是这样子买了房子 后边也买了车子 不是挺好吗 但他的工作不稳定 每次我们在谈这个工作的事情 都是咱们就是 吵个不停的 你要每个月轮给我拿几千块 回来的时候 我只要给我还房贷 我不会吵你呀 有孩子了吧 现在小孩有9个月 男孩女孩 女孩子 有了孩子之后 经济压力又大了吧 是啊 经济压力真的非常大 现在小孩是有我们 是有我妈妈在待 你们还没跟你们在一起啊 是这样子 因为在就是我前三个月的话呢 是我亲手一起带大的 就是后边的话呢 因为家庭条件确实啊 每个月的资出 我都觉得这压力非常大 然后就自己就出去 又重新上班了 后的妈妈的话呢 就过来帮我们带小孩 然后现在小孩就是 她来帮我们带 我们每天晚上和早餐 然后这样子就相互之间有一些 那等于你母亲 现在跟你们住一起是吗 对 住在一起 怎么样处的 跟丈母娘处的 她总是觉得那个 说我那个 说在家里面太懒了 然后我就说 比如说像 你那不叫懒吗 真的 她从那个什么 从上班回来之后 进门把鞋一脱 然后就像一个大爷一样 然后坐在那沙发上班 躺着 就这样躺着 我也有带孩子啊 这会儿啊 就这样躺着